大家知道我們兩個是大學室友這件事情嗎? 他知道 媽 媽 好 現在知道了 歡迎收看TaiTaiSoHa 我是TaiLa 我是巨蛋布丁 我們兩個就是你知道 命中注定要做朋友 因為我們大一的時候 因為宿舍超級無敵難抽 對 因為事情宿舍很少 然後我就幻想我的大學生活 可以遇到一堆帥哥 去的時候新聞系的兩個人 那時候剛好我右後方一個其實蠻帥的 可是他就是把自己弄得很像怪人 坐對 正對面那個很宅很宅 第一天在那邊打遊戲什麼的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好 希望等下第三個室友來的時候 他會是個大帥哥 我就說 欸 周圍室友來了嗎?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 喔 他去洗澡 等下就回來 然後我還在換台上說 不會等下還落著上升 我一條瘀鏡走進來 然後還在那邊 嘿 大家好啊 然後就那種籃球隊隊長 就 一走進來是他 打開我的MSM 然後秘密我的高中學長 我就說 我告訴你 我的大學宿舍我完蛋了 因為我的室友是一個醜男 一個宅男 跟一個死胖子 欸 幹嘛這樣 我自己也是亂想 因為大學宿舍 真的是我第一次住宿 然後我當然也是希望 就是有一些就是我的菜啊 或什麼的 帥胸之類的 對 所以我也是跟你講 一模一樣的世界好不好 是不是一個醜男 一個宅男 跟一個死娘抱 那時候大家都不熟 大家都很乖 自己在用自己的電腦這樣 我就會這樣偷瞄一下 偷瞄一下看他到底在幹嘛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他的大螢幕呢 就有一個 大概這個位子 然後很小的正方形的影片 這樣 然後我想說 這一個人圈在就是 我們大家全部都在的時候 在偷看G片 我只是在宰而已 我只是在圈讓我宰下來 都有Mocal 然後我就想說 嗯 這個人一定是 然後這個人也很荒謬 後來就 因為大學不可能就是 不認識然後相認就是 用G片這種話題 會嚇到人 你在看那個超級迷魔生死鬥 所以就會很理所當然說 欸 你有看AMPM喔 然後就開啟了我們一起看劇 追劇的一個生涯 因為布丁非常非常非常怕 怕到一個很離譜的程度 很難熟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部鬼片 它就叫鬼片 它的海報超恐怖 它是做一個人被吊死 然後把整片宿舍的門 全部都貼滿鬼片的海報 然後那天你最後一節課回來 結果你嚇到不敢進門 而且他有一次超級 我覺得這個是終極 這是我小數人生暴走的時刻 我記得他做這件事的 當天晚上還有講很多鬼故事 就先醞釀著些以後 然後他就是在那一天睡覺的時候 就不然走到我的家 然後你就抱一走 我跟你講人嚇人真的會嚇死人 我就驚醒 你整個爬過來 然後你這樣 裝鬼嚇人真的太好玩 永遠都有成就感 因為怕鬼的人永遠怕鬼 好險 因為大藝神注意一點 然後後來我們就找到一個 極好的房子 我覺得我這麼強勢的一個人 而且我很容易受不了 人家的一些點 可是我們 never吵過家耶 他做的那些ㄎㄧㄤ事 我覺得我都還蠻能忍受的 那天我打開冰箱 裡面超可怕 就是屍體都會倒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裡面有一股盤 XX的那個肉 然後肉 豬肉全部都是紫色的 就整個豬肉已經死變了 然後我就說 XX你過來 然後你就看到你就這樣 蛤 所以肉要放冷凍是不是 就放冷凍其實也會 放比較久 所以冷凍不是無敵的 冷凍也不是無敵的 因為他大學的時候 就是都 偶爾只有男朋友 因為我們的房間 只有隔間牆嘛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真的是 吵架 吵鬧不行 但我平常都不知道 不太就是好意思去干涉人家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怕他們就是會出事 就是煞對方 對人 然後我就真的受不了 就打開衣櫃 然後就大喊說 你們不要再吵架 沒有沒有 你那時候就說 你們不要吵架 然後之後就帶牛吹 可以想像你就是死了 然後不行 因為你知道我跟他住過之後 我後來就是 對室友就很挑 因為真的 室友真的太容易吵架 有跟其他人住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光為了倒垃圾的事情 吵鬧行 因為大家下班時間都追不到垃圾 然後就剛好我會遇到垃圾 然後我就想知道 很想像我一拿起垃圾 然後往下衝 因為我要追垃圾 所以一往下衝 但我發現到手那麼癢的時候 去 然後掉到我的身上 我真的是氣到快瘋掉 有一次垃圾整個大漲區 然後我們兩個就輪流拿夾子 這樣把垃圾拿去丟 所以這一點應該是我們都會一起做一些事 因為我們會互相體諒 而且很好笑的是 就是例如說 可能我就是比較怕熱的人 然後我就一定就是整天要開冷氣 然後 然後我就是一個小氣鬼 我就是只吹電風扇什麼什麼的 電費夏天就會爆到一般誇張 所以有一天布丁居然說 那個電費的部分 你們只要講尾數就好 剩下很多錢就不來講 我就說 蛤不用講啊 他說沒有真的沒關係 因為我這個月 冷氣都沒有關 因為我吹冷氣的時期真的比一般人強 例如說我可能從三十月就開了 我教你一個審訓的方法 就這樣做 你知道那時候我要搬家前 我在房間裡哭很久 因為我一想到畢業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很幸運可以遇到你 我要吐了 差不多了 就之前我們 因為我們有拍某種 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他想要拍我們這個的紀錄 就有個袋子就拍他 然後他就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講一講說 他自己說 我覺得 我覺得蠻幸運的 認識他 我告訴你這就夠了 我發現你就是會用一些方法 讓人家知道說 你很care這個人 好的肉麻時間到這邊就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然後並且 tag你的以前的大學室友 或是高中國中國小的室友 我幹的室友 對啊 趕快把你所有室友翻出來 然後跟我們分享你以前 一起住宿的一些新鮮事情 然後也不要忘了到 記得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掰掰 沒有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我跟他住他們的宿舍 所以 才會認識他 陳茵芳你很煩 都讓我